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分享 以下这一次团购的 孩子的智慧型呢 八本书里的其中一本珍珠 我觉得这本也很有意思 而且意境也真的蛮深远的 大家其实看了 不管大人孩子 大家看了其实会有 七七年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哇 人生好像真的 这个人生的道理都被这本书说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 那主角是这一个 应该是河梨吧 它会建造水坝 来看一下 这本叫珍珠 那这个 我把它做成了可以点读的 是因为它有付CD 就是每一个故事都有CD 那可以利用我们 现在正在团购的那个C Pen 直接把故事做成可以点读 好 把故事做成可以点读的 这边 OK 那这个小船呢 好缓地飘到湖心 可是Bobby都没有注意到 这一个很小的船在这边 已经靠近它了 但是 这只Bobby呢 它眼中只有贝壳 那个是它在湖里面玩的时候 寻货的 Bobby仔细地瞧了又瞧 闻了又闻 难以置信 竟然是一颗淡海的珍珠贝壳 Bobby找到了一个宝藏 甚至至少是一个宝藏盒 它确信在贝壳里是一颗珍珠 不然为什么会叫做珍珠贝壳呢 它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 它把贝壳紧紧地抱在胸中 开始做着美梦 它的好朋友都惊讶地看着它 他们想 Bobby真是森林中的幸运了 他们嫉妒的脸都变白了 大家都很羡慕它找到个宝藏 他们问它 珍珠是在哪里找到的啊 Bobby吞吞吐吐的说 在森林里啊 我伐木的时候找到了啊 离这里很远啊 但是呢 动物们才不相信它说的话呢 珍珠是在贝壳里找到的 当然是在湖里啊 怎么会在森林里 它的朋友不理会它 开始在靠近岸边的潜水中寻找贝壳 Bobby说 这是我的湖耶 我盖了这座水坝 所有的贝壳都是我的 没有人理会它的大吼 大家知道呢 大雄忍不住生气的咆哮着说 你用什么东西盖你的水坝呢 是用我们森林的树木耶 所以啊树和所有的贝壳都是我们的 大家进入了争吵的阶段了 Bobby只好眼睁睁的看着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的动物加入寻宝的行列 有一些动物不会游泳也不会潜水 所以呢他们把Bobby的水坝打坏了 然后要让湖水流干 人们在生气愤怒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动物也是 在故事书里也是 这些寻宝的动物 膝盖都陷在沙子和泥巴中 疯狂的寻找贝壳 没找到一颗贝壳就争吵不休 彼此怒骂 还互相丢植泥巴 动物们都吵架 为了一个贝壳都吵架了 黑夜来了 他们生起熊熊大火 他们担心猫头鹰和蝙蝠 会趁着黑夜偷走他们的贝壳 所以呢虽然已经筋疲力尽 还是熬夜守护着贝壳 突然刮起一阵强风 把无数的火苗吹进森林里 Bobby的房子着火了 但是湖里却没有水可以救火 大火吞噬了一切 甚至Bobby还有那颗贝壳 Bobby从他的噩梦中吓醒了 他沉思的凝视着紧闭的贝壳 然后呢他捡起贝壳 像丢小石头一样 使劲地把它抛向远远的湖中 贝壳下沉之前 还在湖面上跳跃了七下 他从来没有打水漂而打得那么好 Bobby心情好多了 他跳进水里跟着小船往前游 这时小船已经飘到对岸了 他的朋友早在那等着他一起玩了 这本书呢就是较有一点哲学的 哲学的感觉 虽然说一下子说不出他想要带给大家的意思 但是我们其实自己心里也都知道 会有一种说到心坎里的那种感觉 那这本就是孩子的智慧行囊里的其中一本 珍珠